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健康的热活人生 对于癌症的患者 吃素对于身体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 吃素还有很多错误的观念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 营养保健讲师柳秀乖 刘老师 请他来教教我们如何正确的吃素 来 欢迎我们的刘老师 刘老师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先请刘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 您认为人类我们为什么要吃素 当然它有四大观点 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对 从这里有先讲到身体的结构 跟生理机能的观点来讲 我们的比如说像牙齿来讲 我们只有一对犬齿 事实上其他的像旧子这些 比较适合吃无骨的 就是磨碎的 是 那如果说你要咬肉食的话 全齿是不够力的 那所以从这个进化来讲 我们是跟比较像猿猴一样 是适合做草食的 是 然后其他的像我们的肠子 也比一般的那个动物肠 肠 对 那肠的话因为你肉食 它的消化时间久 那经过这个肠道的时间又久的话 它容易发酵有一些有毒物 所以我们常常讲肉食吃太多 很容易像现在结肠癌 肢肠癌 几率就比较高 现在特别多 对 尤其是最近 对不对 好 接下来从营养 营养跟健康管理来讲 我们知道很多的研究报告 现在就发现到这个植物 就是不管是蔬菜水果里面 它含有很多很多的 叫做植化素 植化素其实你从食物的 它的颜色就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我们看到 番茄里面就有茄红素 红萝卜里面有β胡萝卜素 那紫色来讲的话 花青素 像葡萄 葡萄这一类的东西 或者是茄子 那这些东西其实它是植物 在对抗这个外界的一些 热 紫外性 那相对的我们人吃的 这些食物进去以后 我们也有这些对抗的能力 所以这么讲起来 植物它其实是最健康的 就是属于所谓的抗氧化剂 对 抗氧化剂这一类的 它进到体内可以中和我们体内的质油剂 因为质油剂是我们新陈代谢所产生的 一定会有的 所以从健康的观点来讲 现在像美国以前 从1982年 它就开始施行一日五苏果 然后过了几年它去研究 发现说他们的癌症的罹患率就降低了 是 好 那我们请这个刘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 就素食的饮食当中 它会有一些防癌的一些成分 对不对 那这些成分对我们的健康 分别有哪一些帮助呢 我们所看到的植物类的食物 其实我们比较分的就是五谷根莖类的 豆类的 还有十字花科的 就是蔬菜类的 绿叶蔬菜的 还有像水果类的 那我们这边也把茶叶带进来 因为茶叶其实像日本人 他们都很喜欢喝绿茶 那绿茶里面其实它有一个 很好的叫做儿茶树 那绿茶呢又比红茶好 也比乌龙茶好 如果他们来比的话 绿茶 乌龙茶 红茶 那普洱茶也是不错的 那古物类最主要因为它有一些B群 然后如果你是吃到粗糙的原始的 比如说糙米 配芽米这一类的 或者是花芽的 那这里面它所含有的营养素 还是保留着 但是今天如果你是吃金白米的话 那就营养素就没了 尤其是纤维质就没有了 那纤维质到我们体内 它就是到我们的肠子里面 我们肠子弯弯曲曲的 它就像个海绵会把脏东西吸走 所以相对的 比如说我们吃叶麦来讲 它会膨胀会把脏东西吸走 那你得结肠癌的几率就减少 所以说是不同的食物 当然我们要针对不同的这种癌症 来去预防 所以说古物是对我们的 这个摄护性癌 以及结肠癌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接下来就是十字花科 所谓十字花科就是 像我们冬天很多菜 大头菜 白萝卜 芥菜 花椰菜 花椰菜 我们常常讲绿花椰菜 最常知道的 最常知道的 蚁牙菜这一些都是 菜心也是 那它里面含有一种 你闻到那个特殊的味道 我们叫做银朵的一个成分 尤其是花椰菜 它煮的时候 有那个特殊的一股味道 那这些东西 它就可以抑制 那个癌细胞 尤其再生跟血管的增生 因为癌细胞 它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 它会像四周围 像螃蟹一样走路 它会长血管出来 但是这个十字花科 它这个银朵 会把这个血管的路煮掉 所以它甚至于可以防止 癌症的再复发 所以它有这个好处 但是在这边 特别跟各位讲 我们常常吃花椰菜的时候 我们在剥那个外皮的时候 就是花椰 你说就是像花椰菜 上面是一朵吗 对 就是它的在跟 下面的那个要拿 但是上面的皮 就请大家就不要把它去掉 因为那个里面就是 最多的抗癌的成分 尤其是银朵 或者是一流清酸银朵 你说这上面那一层 一朵一朵的 一朵一朵的 我知道下面的筋 筋的那个部分 筋那个是一定要去掉 因为那个皮很粗 对 但是那个梗的地方 其实它所行癌的成分越多 是 像我们一般在吃的时候 会把那个 就是筋的那个部分 因为它旁边的那个 会比较粗糙 所以说就是 当然我们会用小皮的 或是小刀 把它稍微去掉一些些 然后我还是会把那个梗留下来 因为把旁边的切掉以后 就是那个梗是 防癌的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上面的那一朵的梗 皮就不要削了 就是在上面 很多人都把它削得干干净净 对 因为有时候 好的东西都丢掉了 这个因为有时候 是因为父母的 就是我们从小吃的时候 父母就是因为贴心嘛 会怕小孩子咬不动 所以就会把那个皮去掉 所以说就是在那一朵一朵的 这个上面的这个梗的这个地方 的皮是不要去掉的 当然底下是比较粗的部分 可以去掉 如果你咬得动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不去呢 对 是不是在底下的那种 丢下去灯汤 对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所有的植物 它的皮 表皮跟肉的相接的细胞壁 其实是它营养素最多的 是 因为它接受紫外线照射的地方 是最多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就是 台湾的料理上面 常常会把皮去掉 其实真正像 譬如说在香港 他们在煲汤上面来讲 它连皮嘛 他们用的大部分 都是连皮一起下去炖的 只要你炖得烂了以后 皮吃不掉 可是你也可以把它咬一咬 然后太粗的纤维 把它吐掉就好了 其实它的煲汤是有它的道理 因为所有的一些营养素 都融到汤里面去 是 好 接下来就是 番茄 番茄 番茄我们知道 就是它里面有茄红素 然后它有抗氧化的作用 其实它跟那个摄氛腺癌 这些都是有密切的关系 那番茄是不是需要煮什么呢 而且它需要有油脂 因为它是脂溶性的东西 茄红素才能 茄红素这些都是脂溶性的 贝塔胡萝卜素 胡萝卜也一样 要经过炒 那豆类的话 就是它有比较高的纤维质 有时候我们会连外面的那一层膜 都带进来吃 那尤其像黄豆 我们常常讲大豆义黄酮 最常讲的大豆义黄酮 大豆义黄酮就像我刚刚讲的 它也可以抑制这个 癌细胞的血管的整身 所以在我的乳癌基金会的病友 我常常鼓励他们 你每天可以喝豆浆 可以吃一块 最好是板豆腐这一类的 那里面就含有一些大豆义黄酮 好 接下来就水果类 水果类 我想维他命C最多 像等一下我们会有介绍 像奇异果 番茄 小番茄 把辣 这些它的维他命C很多 那维他命C其实它是可以中和 自由基的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作用 它就像我们在身体细胞 在建造的时候 它像水泥一样 它会把细胞很凝固在一起 所以维他命C非常的重要 好 那茶叶我们刚刚也讲到 对 那茶叶的话就是说 尽量的就是冲泡了 不要放太久喝 就是也是要喝新鲜的就对了 对 隔夜早我们就不喝了 好 我们在进广告之前 这个来问一下刘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们癌症的病有吃素 它会不会就是造成营养不良呢 一般来讲看你怎么搭配 是 那也是要看它是在什么时期 所以不同的时期的吃法是不一样的 对 其实它的吃法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很多医生也会建议 比如说他在治疗期的时候 那个化疗的药物 其实他对身体的很多的 好坏的细胞都打死掉了 那白雪球又荡下来 那就是免疫力比较下降 那或许会建议他吃一点 就是比如说像奶蛋内的 是 但是恢复期我比较建议就是说 慢慢的你的身体状况很好 你就吃多一点蔬食 所以其实吃素呢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很担心 吃素可能是极度的偏食 或是可能会营养不良 那是表示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于吃素 其实它有一些观念 对 我们搞错了 那我们如果把观念导正回来的话呢 吃素绝对可以是个健康宝宝 好 我先休息一下 回头继续来聊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我们赶快请这个刘老师 来告诉我们一些有益抗癌的能量食物 一般来讲我们植化树里面 我们大概用七种颜色来代表 就是红色 黄色 还有绿色的 白色的 黑色的 褐色的 紫色的 那今天我这一盘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黄色的话我这边是用玉米 玉米代金 甜玉米 或者是橘子 橘子 那红色的话就是有番茄 还有我们有一个苹果 苹果 还有绿色的 这个是石榴 这个是石榴的 石榴的话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准备紫色 但是石榴它里面是花青树 它是属于紫色的意思 对 花青树它大部分就是说 它经过阳光照射的 像蓝莓 这一类 还有茄子 紫高粒 那其实它对于我们这个眼睛 非常的好 非常好 对 那我这边褐色的话 我拿的是草麦 草麦 或者是一些豆类 像我们讲的埃及豆这一些的 杂粮类的 它是属于褐色 那黑色的话 我今天拿了这个 各位看到 我不要小看这个香菇 其实这越小的香菇 它煮起来非常好 这是我们台湾新社这边产的 然后它冬天才有 它是冬菇 所以你泡一下下去煮 不管是煮汤 或者是乳的话 味道都很好 或是黑木耳这些 黑木耳 非常好 其实像我们吃素人 多吃一些黑色东西 它也补血 那化疗的病人 也是应该多吃一些 黑木耳 还有这个黑芝麻 等一下我们会有介绍 黑芝麻 豆浆 他们讲说 黑芝麻其实就是钙质 对 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对 那其实像还有一些 晒干类的东西 我们常有时候晒干类的 因为啪菜 就是那个梅干菜这一类 其实它晒干它是浓缩的 它的钙质跟铁质都很高 还有像我们讲的菜脯 萝卜干 如果你自己能够做 那是最好 因为它经过日晒 蒸花然后浓缩 它营养素其实是很高的 还有像金针的这一类也是 那绿色的话 今天刚刚我们有讲到花椰菜 那现在我们台湾有这种花椰菜 对啊 这是花椰菜耶 花椰菜牙 就是一根一根的 一根就是一颗的 那下面这一部分 我们就可以比较粗的 就把它外皮去掉 上面这一段 我们全部连叶子都可以吃 看起来就是 但是洗的时候你记得 因为像这种菜 其实它如果不是有机的话 农药非常多 真的 因为它在长嫩芽的时候 虫就来吃掉了 很难种 像我们自己农场有在种 我们的花椰菜不是那么大的 是小小朵 所以你看到外面的 很漂亮的菜 其实你要担心 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这就是说 以花椰菜来讲 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 他一辈子都不吃花椰菜 因为我说为什么 说这么好吃 而且它对身体很好 然后你告诉我 花椰菜怎么样才能洗干净 要泡 还有虫 其实你看到有虫表示说 它没有加药 其实是比较好的 对 比较安心的 因为我们消费者 其实我们在买菜的时候 如果你喜欢买 叶子又大 比如说菠菜来讲 买又长又大的 其实那是不好 那花椰椰的很多 是 那我们在比如说 洗菜的这个方面来讲 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农药 去除的比较少 比较 是不是要泡很久 还是 一般像他们农委会 他们有介绍就是 用流动的水 下去冲 是 对 下去冲 那有的人会说 泡那种 中间洗蔬菜 其实你没有洗干净 反而更糟糕 那也不要泡盐水 盐水有时候会让你的农药 又蓄留更多 好 那如何来挑选一些 比较有保障的 像这些蔬菜 或是水果呢 因为其实就是说 当然我们买来是比较方便 但是自己种当然是最好的 像你们老师讲说 你们的这个 是你们的农场所 对 我们这边有 就是昨天 因为今年的气候也不好 那前一阵子菜都种不起来 高丽菜也是小小壳的 可是你市面上看高丽菜 除非是它高山的 冷的 那平地的高丽菜 都是有问题 那这个菜是叫做广岛菜 它吃起来有点类似 我们的那个挂菜 但是它又比较嫩 是 你看都这么绿油油的 这是你昨天才摘的 昨天我们才从农场摘 那我叫它刻意把根留下来 那这个是叫做黑叶白菜 那它有点类似青钢菜 那我们知道青钢菜 它其实这个纤维非常的细 像老年人跟小孩 其实都很适合吃这种菜 最好就绿油油的 你看看还有一点 虫咬的痕迹 那这个是卷 我们应该叫做卷心的A菜 就是我们一般在铺盘的 对 有点类似大陆妹的 那其实这些菜 像A菜大陆妹 还有罗曼A 它有一个 味道 应该有一个味道 虫比较不会来咬 所以说其实有时候 吃一些比较特殊 对 散发的一些味道 高味 就是种味道 比如说高蘸塔 高蘸塔 芹菜 是 吃素的人其实芹菜非常好 因为它会挥发一些味道 它有那种 精油类的东西 所以它的那个 怎么讲 农药就会少很多 对 像我们都是加油机肥料 农药几乎都没有 这个当然我们 没有办法 自己种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们要如何来挑选一些 当然有机的 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当然有新闻常常在报道 这些有机 有些是假的 还卖的特别贵 其实它也不是有机的 那我们如何来挑选 有机的食品 你去有机店看 还有你去像全年社看 全年社上面都会有一些蔬菜 会写安心蔬菜 它用印的上去 我都告诉我的朋友 你有机蔬菜是用贴的 为什么呢 像我们家 我们是没有认证 因为这个认证 这个贴一个就要钱 它算贴子的 你要去买 你要经过它来跟你认可 现在台湾认可有好多 本来是四个大单位 像磁芯 我们讲TOPA这几个 它还有一个CAS的认证 CAS就是优良的农产品 加TOPA 你会看到两个贴纸 那这个才是有机的 如果你今天看到上面是印刷的 什么安心蔬菜 安全蔬菜 那个全部不是有机的 这个是最基本的 还有它上面会有生产履历 它会有生产者 会有地址电话 还有它的批号 你都可以去查 对 因为现在政府也要求 就是所谓的生产履历 就是从它开始生产的过程 它都要把它记录下来 一直到它 送到消费者手上 运送的过程也要记录 这样对我们是比较有保障 虽然人家有这个 有机的认证 还有生产的这些履历 其实自己也要去打打电话 如果有时间也要去看一看 因为有时候 这些商人有时候也很坏 就是他们有可能会给你一个 假的电话或假的地址之类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自己 也要去做到一些 自己的方面的努力 其实我觉得你找大间的一些 有机店比较可靠 现在有一些连锁的大间的 比较有品牌的 还有有机产品的新鲜特征 当然不一定说 你一定要去挑都是虫咬的 像我们这个都没有很多虫咬的 而且有的有机的农场 它种的菜都非常的漂亮 那就说你要看 如果特别大 那味道也怪 你觉得吃起来有一股药水味 那个都不行的 这是我们直接是可以从外表来看的 是 好 那接下来问一下 就是说当然 对于烹调的这种 怎么讲 就是说你烹调的这些方法 其实是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 对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知道 最好不要吃什么烧烤的 不要吃油炸的 所以说就是哪一些的烹调方法 是适合癌症患者的 不仅适合癌症 一般人也是 一般人的保养 那癌症患者当然更是要 注意 注意 对不对 好来 我们这边有介绍就是说 最常用的就是汆烫的 比如说像你在叶菜类 根茎类 这些的 那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说这样吃 淡然无味 那你可以用水油炒 水油炒一般就是说 你锅子里干了以后 你加水下去 好 水稍微有点热 你再把油加下去 那这样子你维持这个温度 是在100度 因为是水在100度 那一般我们刚刚讲 喷调方法的不当 就是说你的温度 它在冒烟了 185度了 那时候你的自由基就产生了 尤其那个油下去的话 假设说这个油又不是耐热的油 我们其实油脂非常的重要 那不是耐热的油 假设你用冷压的橄榄油去用的话 那就不对了 是 对 或者是像苦茶油 茶是比较耐热 还有亚麻仁油 亚麻仁油它只有65度 它只能凉拌 所以看你用什么油 用油也很重要 很重要 像这个水油炒法 我记得在我大概高中的时候 我姑妈炒菜就是用这种方法 对 那时候我就看她先加水再加油 我那时候还笑她 我说你是怕被油煎到 对 还是怎么样 其实她这是正确的 那炖煮法的话 一般我们大部分都会用在根基内比较多 是 比如说像我们冬天的话 像玉米或者是像萝卜 或者是像马铃薯这一类的 用炖煮 对 炖煮 好 来 那卤的话也是 卤的话像一般我们吃素的人常常会 卤豆干 卤海带 卤香菇这一类的 甚至一些素的食材 那半食的话也是一样 是 半食的话就是比较像天气凉的话 它也有热半食 也有冷半食两种 那最主要就是说 你如果是没有经过加热的话 营养素是跟酵素是比较不会流失 但是在癌症的治疗期的话 不建议吃 深的 对 因为那时候抵抗力比较弱 是 好 蒸煮的方法 其实现在在日本 最流行的这个吃青菜的方法 就是那个小蒸笼这样 蒸煮的方法 又就是保持它的这个甜味 然后又健康 营养素又不会流失 讲到这个顺便提醒 其实花椰菜用蒸煮的 它保留它的抗癌成分是最多 我们一般用烫的话 其实是不对的 就是你水热了以后 你再下去蒸一下子就好了 像我的方法是就是 我用大同电锅蒸 就是那种电锅的那种蒸法 大同电锅是时间太久了 你除非你外边加一点点水就好 那如果说你用瓦斯的话 你比较能够控制 隔水蒸嘛 隔水蒸就是水热了以后 你再把要蒸的东西放进去 所以时间也是要尽量减短 对 才能够控制 是 好 那冲泡法就是像中药材来 像我们早餐吃的这些穀物类 就是这样 当然这种烹调法当中 其实刚刚老师有讲过 很重要的是油 油的选择 尤其对于这个癌症的患者来说 所以如何降低这个烹调的方法 所引发这些致癌的危险性 所以油就是很重要了 还有烹调的这些方法 其实像很多的癌症 乳癌 直肠癌 胰臟癌 社会线癌 他们都是因为脂肪太多引起的 是身体里面的脂肪 对 就是脂肪 因为脂肪它在体内 它会造成荷尔蒙的形成 也就是说你油脂吃的越多 你荷尔蒙形成越多 那你这些 罹患这些癌的机会就越大 所以不见得是人的本身胖 就是里面的器官 其实我看到一些乳癌病友 他们不一定是胖的 有的瘦瘦的 胸部小小的也是得乳癌 我们常会讲说丰满型的 其实不一定 那就是说看你吃的油脂 吃进去的油脂 还有就是说生活压力 生活习惯 其实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会提到这个油脂就说 一般我们像现在在外面 你看到的超市 很多都是很大桶的塑胶桶 也有玻璃罐 可是一般人你去看 他大部分会买那个大头的 不管你家里是不是两个人 那我们用油的原则就说 你的油打开了 尽量赶快用掉 那当然是买小瓶的好 因为它会氧化掉 尤其是植物性的油脂 你注意 它会有臭油漏味 还有我们的油都放在厨房的旁边 就是其实温度就是比较高的 你看古代的人 他们会用到一些像动物性的油脂 它会在气温下凝固 它其实都不会变味 但是我们用的植物油 它就会变味 但是有一些油就比较不会 酷茶油 好 芝麻油 在您的书中 其实有一些选择油的 油当然就是有低温的用油 中温的用油 还有高温的用油 可是其实如果我们以癌症患者来讲 我们不建议是高温用油 低温跟中温就可以了 高温大概就是用炸的才会的 那因为低温的话 就是像我们刚刚讲 亚麻人油 它是低温的 还有芝麻油也可以 芝麻油 所以你在凉拌菜的时候 拌进去 苦茶油也可以 那实际上苦茶油它最耐高温 对 它其实是算东方的橄榄油 它比西方的橄榄油还耐高温 那我们台湾现在 很多的苦茶油 我们都弄错了 茶子油把它当成苦茶油 茶油 茶油是茶剂 茶叶的种子 苦茶油不一样 苦茶是苦茶树的种子不一样 所以其实香味不太一样 不一样 价位差很多 那一般茶油大部分都是炒过了 那你知道经过这个炒已经高温了 高温的时候油就变直了 那你再来煮再一次高温就更不好 因为它有制油肌的成分 那就等于像回锅油的意思一样 差不多 那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建议就是说 你去买玻璃瓶的 尤其是粗炸的橄榄油那一种的 那橄榄油大概185度都还OK的啦 就像我们水油炒的话 它是还可以啦 那其他的比如说像芝麻油 它也是奶高温 苦茶油这一类的 那一般的油我们就是比较建议橄榄油 那像癌症的病友 癌症的病友像玉米油 他们是不能吃的 因为玉米油有一些研究报告 已经显示出 它是会增加这个癌细胞的生长 乳癌细胞的生长 他们的研究 所以其实不管今天是癌症患者 或是一般人 我们大概就最好不要去吃到玉米油 那有时候有些营养家 人家会建议就是说 你的油脂要常常的换 不要定期的都 比如说你吃一个牌子 对 那你就换 但是原则上我现在提醒的就是说 我们尽量买玻璃瓶的 玻璃瓶的你记得 它一定是暗色的 对不对 它防那个光线 比较不会变质 但是为什么不能买塑胶桶 因为塑胶桶那个是 有的不是第一次 它是第二次 它经过高温240 250 经过石油在提炼的 把杂质去掉 所以你看到那个油都很清澈 很清澈 但是你那个玻璃瓶的 它有杂质 那你这个油已经240 再经过你回家再炸一次 那更糟糕了 就是这样 所以选择油还是很重要 所以我都会告诉病友说 不要用塑胶桶 尽量去买玻璃的 那我们用油 也不是说用的很多吗 对 宁愿用好一点的 很快把它用完 不要让它氧化 所以其实油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就是在 我们就是台湾的烹调方式 多少都希望放一点油 对不对 那你这个一餐一餐的 一点一点的这样子的吃的话 如果它真的是不好的物质 到我们的身体累积起来 到最后就会发作了 不过这个油 万一已经买了一大桶的 它用 它是不是可以倒出来 或是剩下的 它是不是可以放在冰箱 冰箱可以 对 也可以 就是说你真的买了大桶 你就先倒到小瓶去了 那原则上我是比较不建议 用那么买那种大桶的 是 好 就是如果您还没买的话 我们就是这样 对 就买小瓶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现场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请教一下刘老师 这个高危险致癌的食物 有哪一些 所以我们赶快要把它毙掉 好不好 对 除了我们要吃一些 有益抗癌的 那这些有危险性的东西 我们平常在选择当中 就要把它去除掉 那像我们讲到 食物保存不但产生了黄菊毒素 我想中国人很喜欢吃花生 对不对 但是花生你知道吗 如果你买到不是真空包装的 或者是已经炒好的 甚至于你到菜市场 买是一大包一大落的 或者是到迪华街买一大落 那我们台湾因为很潮湿 黄菊毒素是很容易就产生 黄菊毒素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真的 那有些就说 不是像发霉的那样看得到 其实它一点点 它亮一点点 它其实就是会有致癌性 那我们像过年 你吃年糕 年糕花霉的 上面那一层去掉 再吃下面的 其实都不行 它的根已经到下面来了 所以你看到花霉东西就要扔掉了 不能再吃了 所以说其实像一般讲说 最好如果要吃花生粉的话 最好是买花生 自己回来炒 然后自己磨 对不对 因为最主要是因为 当然不是说我们商人都很黑心 其实真的是因为我们台湾的环境太潮湿了 所以其实它是保存不易的 对 那除非说你今天买到是真空包装的 你可能就比较放心一点 OK 好 那其实像中药材里面也有很多的黄菊毒素 那我们常常有些人就家庭储户去 拆机要买那个大包装的 那个中药材 比如说当归黄菊那一类的 那它也是有这种黄菊毒素的污染 那我们买回来放在冰箱 请一定放到冷冻库 冷藏还不行 冷冻库 对 冷藏不行 就冷冻库 但是反正因为大部分会用到重要的 大部分是炖汤 炖汤 所以说其实拿出来不用退冰了 就洗一洗就可以了 我都会建议他们就说不要买太多 当然 对 一次两次就好了 新鲜的当然是最好的 对不对 还有不当的食品添加剂 我想现在很多一些黑心食品 甚至于我们买的一些素食的一些食材 比如说你看到很白的东西 豆干类的很白的 或者是像金针的很黄的 那些都有加一些硫化剂之类的 当然我们这个吃素除了就是说 吃蔬菜水果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就是 它会添加一些食品的添加剂 像豆类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制品 比如说素的丸子 素的火锅料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我们就是 我们一般我们可以吃吗 还是我们挑选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最重要你买的真空包装是最好的 而且它是有冷藏的 冷冻冷藏的 一般如果你到有机店买 他们都是冷冻的 而且它上面会有标示有效日期 而且你打开了 如果你没有真空包装你就要去闻味道 还要摸一摸有胸胸 眼睛看有没有这样烂烂的 这就是靠我们自己去判断 如果看到这东西不好就不要买了 对 好 来 接下来这个 食用不当的高脂肪 清化脂肪 清化脂肪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讲的反式脂肪 比如说我们的奶油 植物性奶油它是变成固体状的 事实上植物性的油是液体的 液体状的 然后它就经过一些清化的作用 变成固体状 还有像我们吃一些蛋糕类的东西 它上面其实有一些 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 它都是属于反式脂肪 鲜奶油那些之类的那些 对 还有一些像 怎么讲 有一些冻类的东西 它其实是经过加工的 就是透明那个洞 对 那我是比较建议 我们就吃比较单纯的嘛 你真的要吃蛋糕就比较单纯的 我们当然就既然要吃素嘛 我们其实就是把人的那个 需求跟欲望降到最低 对 降低 其实因为我记得在吃的方面来讲 我有一年就是 我自己一个人回到佛光山去 然后一个人吃东西 当然是比较落寞一点 可是那个时候 后来我就跑到大食堂去 我跟我们出家的比丘跟比丘尼 我们一起在吃东西 对 那个时候吃的东西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般人看上去觉得 它不是色香味俱全的 可是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第一个就是说 你很专心的在吃饭 因为大家都很安静 你也不会自己东看西看 然后你特别专心 然后你就可以真的吃出那种 古物的美味 还有青菜的甜味 然后里面其实没有多加一些 什么调味料 你会觉得它真的是很好吃 所以其实就是它是一个观念 跟心态 心情 心情会影响 因为我们今天要吃素 就是因为我们当然希望 为我们地球尽一份心力 而且还要为我们身体的健康 我们都希望我们先吃素 让身体健康 不要因为我们得了癌症之后 再来去了解吃素 这个是太相反的 对 对 好 来 接下来有一个这个就是 酒精 不当的酒精饮料 酒精尽量是不要 它也是一个致癌的东西 酒精 对 那有的人会说 我睡前喝点葡萄酒 适量的是可以 那像一些烈酒的话就不建议 当然如果是癌症患者的话 应该也是不行 也不建议 对 尤其你如果在做治疗的话 有时候会影响到你治疗的效果 对 所以好 这些就是高危险的致癌食物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避开 然后得到健康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现场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我们现在赶快请刘老师 来教我们一些这个健康的素食的食谱 好不好 我们现在在桌面上看到这么多这个 美味的料理 每一样都好好吃 我们先从早餐开始好不好 早餐的话我们都是用三个一组这样配 就是一个主食类五谷类 然后一个就是配上我们的豆浆跟黑芝麻粉 那我想这个豆浆能够自己做是最好的 最好的 因为比较浓 外面的豆浆都蛮稀的 都会加血 而且我们尽量就买那个非晶改造的黄豆来做 那黑芝麻粉 我们这黑芝麻粉是自己磨的 用芝麻去磨的 那这里面就说我们没有加糖 最重要 像不管是一般能够癌症病 我们尽量是选择低糖的食物比较好 因为糖分吃到体内以后 它会造成我们的胰岛素分泌增加 那现在在国外他们有研究就说 胰岛素增加以后 其实它会引发一种叫做INF的一种东西 也增加 那这个东西会刺激癌细胞生长 所以我们尽量就说不要吃太甜的 那也要吃一些比较复杂的糖分 比如说淀粉类的话 你就吃五穀杂粮类 所以要吃单糖类 我们一般在讲说这糖吃多了 其实这个皮肤会比较老化 所以很多女孩子是因为就是爱美不吃糖 没有想到除了爱美之外 我们还可以得到健康的身体 好 来 那想吃甜的话来 水果沙拉 水果沙拉里面果糖它是很好的 那我们这个材料我们就是选当季的 我们这里面我们加了 奇异果 不仅是奇异果 也多加了草莓 还有现在台湾有一些进口的我们叫做石榴 石榴这个紫 其实它这个应该属于紫色的东西 它是有花金素非常多 不仅对眼睛有帮助 那花金素也是体内一个最大的抗氧化的食物 如果你家里有的话 因为从小家里就有这个石榴 这个优酪乳的话如果自己做的话当然是最好 那你买到原味的不加糖的 不加糖的 把它调在一起 对 那我们这个五穀杂粮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五穀米 把它做成一个彩虹饭团 对 那你可以加一点糯米 让它有一点黏性 那里面呢我们就有加一些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玉米啦 红萝卜啦 还有加一些莓果类 对 就是那个红红的 像那个小红莓的话 对我们妇女来讲是最好的 它可以预防泌尿到感染 或是葡萄干 葡萄干也是 那前面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我们叫做香松粉 那我们香松粉的话 它里面呢也是用牛棒 那加一些芝麻下去制造的 那这个是我们在邮寄店买的 就是一般的成品 是 这些东西其实它就是味道上面 对 来搭配起来会觉得 你可以把它就淋在这上面 那吃起来又会觉得更有口感 哇 这就是丰盛的早餐 其实这样吃下去尤其五穀米 吃下去不容易饿 那我们吃素食其实就是最怕 不吃嘛 第一个就是不好吃 第二个是怕油 怕没有油 对 因为说很多人都说 因为素食比较 有很多人说因为素食比较油 就是因为它怕会饿嘛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不愿意吃的原因 就不好吃 太油了 或是很快就饿了 对 所以这样子吃起来你看就是 又健康 然后感觉又漂亮 然后饱足感 我想应该是不错的 这就是我们的早餐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了就是这个 主食类 主食的部分了 对 主食的部分 乡村炒饭 这一定很香啊 那这个乡村我们用的是乡村粉 这个是我们台湾台东那边产的 他把它磨成粉状 那用一点点就可以炒了 这个我们一般在一些有机店买得到吗 有机店现在可能还买不到 有机店有乡村酱 乡村酱 那乡村酱它比较有咸味 那这个是没有味道没有味道没有咸味的 老师您在这个书上面其实有提到 因为乡村我们从小在家里 自己都有种乡村 他们常常就在家里这样把乡村拔下来 然后切一切 然后就拌一就是凉拌豆腐之类的 可是您这书上是写说 就是直接这样子摘下来 直接生的这样子切 不适合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气当中会有一些污染的东西 就是怕有像亚虾酸盐这一类的东西 那其实蔬菜类它亚虾酸盐的东西 其实含量是蛮多的 所以最好就是说你要清洗干净 就稍微烫一下 再来把它剁碎使用 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是 那如果说真的要用的话是稍微汆烫一下 汆烫一下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也不建议 完全吃生的 对 其实熟食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安全的 更安全的 对 安全 好 来 乡村炒饭 那我们可以用配芽米或长米 那我用的是长米 那顺便跟各位提 长米 胚芽米 五穀米都是低升糖指数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它吃进去以后 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升得很快 不仅是糖尿病 癌症的病友 或者一般人 你都可以选用 你吃长米会比吃原米 比较不会饿 长米是不是就像我们像泰国米那种 但是我今天用的这个是台湾的长米 台湾也有 对 台湾长米 长米它比较短 它比较短 它如果跟泰国米比起来是比较短的 但是它也是属于长米 所以其实现在卖米的很多 你去那边看 就是台湾长米 你觉得哪一个味道比较好 你选哪一个 台湾长米比较软一点 泰国米比较硬 泰国米比较干一点 好像会散掉 其实我们 对 好 然后我就加了这个 这个豆干也是有机豆干 很好吃的 然后湿季豆 还有玉米 红萝卜这些来配 那就是说看你喜欢什么 你自己来配 其实可以再加一点东西进去 颜色上也比较好看 当然这个是用炒的炒饭 对不对 所以您是用橄榄油来炒饭 橄榄油一点一点而已 那因为我这个饭是用蒸的 我先泡再蒸 那我蒸的时候我就有加油下去 其实我们一般在煮饭的时候 可以滴一点油下去 你的饭会比较松软 比较好吃 所以说其实您在 就先把它蒸好之后 把这些东西放下去先 先拌一下 然后加上一些香葱粉拌一下之后 再淋一点油 再加热炒一下下 就不会让那个油温过高了 对不对 而且我是用冷饭下去炒 我就是蒸好了以后 让它放凉了 再下去炒 因为凉了以后 它的米饭你看都一颗一颗 它不会夹整圆 所以你就不需要加太多的油 让它去分开 对不用 对 因为你在蒸的时候 已经有油了 好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另外一道菜 看起来也是很棒的 好 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副食食谱 对 像这里面 不管是羊菜 红枣 绿枣 它们里面就是有荷枣树 就是枣类的东西 其实进到我们体内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排度的东西 好 羊菜 大家都知道这个透明的 这个叫羊菜 对不对 还有红枣 红枣是这个吗 红色的 红色的是不是 红色对 还有绿枣 这个就绿 对 绿枣是这个 绿色的 绿色的对 那还有昆布 它里面还有昆布 昆布是这个 是不是 对 应该是这个 对 还有 因为我这个是买这样一包 多一样的 是 这个也是在有机店里面 都买得到吗 我这个是进口的 对 有机店有 有机店现在也有 对 我有看到它有卖红绿枣 然后我们就泡一下 泡一下 泡开了 用冷水泡 不能用太热的 太热水它会溶掉 是 那大概泡个五分 十分就可以了 然后那个红萝卜切湿的话 最好就是要参烫 参烫熟了 对 或者是参烫的时候加一点油 是 然后是苹果丝 苹果切丝 这个是苹果丝啊 对 苹果切丝 对 然后你整个都弄好了以后 你再拌上 自然的甜味了 对 这个是什么姜 这个是梅子姜跟梅子醋 用梅 就是梅子酱 梅子姜 梅子姜 梅子姜它那个是有机店买的 就是它用梅子下去制作的 一种调味料 它其实可以做在凉拌菜 非常好用 然后再加一些梅子醋 对 一样是他们有机店在卖的 那其实你自己要配的话 也不一定是这个 你过去你也可以加芝麻酱啊 或者是你喜欢香菌酱 也可以加香菌酱啊 对 自己来调啊 对 其实现在大家很流行吃芝麻酱 对 芝麻酱 荷蜂酱 对 或花椰菜这些 蒸熟了以后直接再来吃 非常好吃又健康 对 好 这就是我们的副食品 我赶快再来介绍 来 最后再来看看这个健康的汤品 味噌牙汤 味噌牙汤 其实呢 味噌也是大豆 黄豆去花效的嘛 所以它也是很好的抗癌的东西 当然不能太多 对不对 不能太多 因为它的咸 就是比较咸一点 对 其实这道菜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抗癌食物 花椰菜嘛 对 豆腐也是嘛 大豆嘛 那海带牙也是很好的抗癌又排毒的东西 那我们就是煮 那花椰菜就是快熟的时候 再放味噌 就那两样煮好了再放味噌 然后再放花椰菜 因为味噌不能煮太久 它的酵素会破坏掉 对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就最后的时候再放一点 最后放 好 这个都很好喝的这个汤品之外 来 我们来最后看一下 就我们希望小朋友呢 不要喝太多的一些 这些甜的啊 或是带气的啊 这些不太好的饮料 那我们当然要给小朋友一些 比较天然的一些饮料 来 老师来介绍一下这杯饮料 这杯饮料是 我们是山楂 洛神 其实它是最好的减肥的 减肥的 对 因为山楂跟洛神 它都可以去油脂 那其实它们里面 维他命C 跟那个花青素都非常的多 那一般人都只知道说 我们要去吃柠檬汁什么 其实中药材很多都是饱 非常好的 来 山楂加一点冰糖 甘洛神花 对 甘洛神花 这是用泡的还是用煮的呢 泡的也可以 那我今天有煮过 煮的话颜色好漂亮 对 煮的话 但是你如果量放得多的话 它就很酸 你就必须加一点冰糖 自己来调啦 那个酸度的感觉 对 自己调 那你也可以煮多一点冰起来 要吃的时候加热加冷都可以 好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刘老师 你看看就是素食可以做得这么美 然后很吸引你 我现在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所以当然 知素是环保地球之外 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身体 会非常非常的健康的 好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刘老师 谢谢 也谢谢您的收看 乐活在人间 我们下次见 拜拜